原本在公車後頭的轎車 下一秒卻驚艦 一旁的競選宣傳車 打了左轉方向燈 就急切過來 一連跨越兩個車道 明明地上是明顯雙白實現 宣傳車卻完全不理會 危險左切轉彎 讓後方駕駛很傻眼 違規過程全被行車記錄器拍下 駕駛也發現 這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徐曉鑫的宣傳車 氣氛發文指控 也有網友直擊 徐曉鑫在信義區路邊等車時 朋友卻違規 停在公車專用道 以及紅線上 畢竟今年五月 徐曉鑫才因圍停紅線爆發爭議 這回又被爆出宣傳車 在雙白線變換車道 可處最高一千八罰環 另外有人接應車 停在公車站前跟紅線上 最高也可處六百元罰環 對此徐曉鑫透過文字回應 表示是助理開車沒有注意 很抱歉 已經有找到開車的人 並提醒 只是之前的圍停風波 才剛止息 如今又再爆出兩件違規 爭議不斷 三季新聞將希望加狠 台北 東北斗 Т recently 都要聼明